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但没有为此而沉沦倒下 反而是自得其乐 活得风生水起 与众人不同 而且许杰天生体格异于常人 炎炎夏日 他穿几层破衣却不绝热 属久寒冬 他赤膊卧血 静不生寒 于是一众乞丐说他真乃神人 这许杰虽然是一个乞丐 以乞讨为生 但是他和周围的那些乞丐完全不一样 他周围的那些个乞丐 无非就是那两句套词 那富贵子弟走到街上 每每老远 就听到路边 有人点头如捣钻地喊道 大爷 您行行好 给点赏钱吧 可怜可怜我爸 赶紧转身走开转过一条 胡同又有一人趴在地上背好道 家父刚刚过世 我尚有八十老母 下有代步小儿 自己又身有残疾 无力劳作 老爷 您就发发慈悲 给点活命钱吧 就以上这些套词听得多了 陷了躲住还来不及 又有鸡人能给他们施舍 但是这许杰却是独皮细径 愣是把这乞讨功夫发挥得别致 把这乞讨竟然变出了新花样 玩出了艺术感 许杰在醒起的时候 都会随身拿住一个大牌板 口中如土莲花 完全不输那些勾兰瓦舍的艺人 就像咱们今天看的那束来宝一样 引得人们势力三层外三层的 知道的明白 它是一个要犯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哪里请来的脚 用咱现在人的话来说 活脱脱一个相声专长 时间长了 竟然还发展出了固定听众 听他乞讨的粉丝小到三五部分的志同 大到年过古兮的老人 雄到尾生活奔波的泛夫走足 富到一只千金的官人员外 有时就连那勾兰瓦舍的专业说书的 都偷偷混迹在人群中取经 这半天下来 每次他的 好饭碗里都是盆满钵满 也就他自己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乞丐 别人早就把他当成了行走的摇钱树 勾兰瓦舍的很多老板都找上门来 让他去那专业说书的地方去 给他开出丰厚的薪水 但是他却都一一回绝调了 继续在这街上天天雷打不动的启唱 人们纷纷不解 这勾兰瓦舍不去就罢了 在这大街上 要说他也早已挣了个荷包长满 为何每天还是这副叫花色打扮 真是个怪人 可他们哪里知道 许杰每天都把这乞讨的来的钱 一分不胜地分给了那些穷人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不管是沿街乞讨的孩童 还是那些孤寡老人 亦或是逃荒的流民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乡民 都是他的帮助对象 而至于卫石磨 他有着磨好的才华 却不去那勾兰瓦舍里谋求发展 他也有自己的心思 一般去勾兰瓦舍的都是一些经济条件相对富足的有钱人 普通劳苦大众哪有那个闲钱和时间去那种地方 而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在这一条条普普通通的街道上 为这一个个同样普普通通的劳苦大众表演 让他们也能够听到那些以前只有富贵人家才听得到的表演 让自己的这些精彩的故事和唱词 给劳苦大众带来欢乐 让他们听完自己的表演以后 精神能够得到片刻的放松和愉悦 俗话说滴水之恩 必荡永泉相报 要说许杰也不完全是天生就乐善好师 他今日做的这些善事 还是因为一个卖水果的老人 话说前几年许杰还小的时候 他常常因为讨不到吃的而饿肚子 还经常受到一些坏孩子的欺负 有一个姓张的水果摊贩很是可怜他 经常把卖不掉的水果送给许杰吃 要不是因为他 许杰恐怕早就饿死了 哪里还能活到今天 要说老张头平时也是不会说不会到的 他生活的也很困苦 后来许杰学炼成这启畅绝活以后 一开始来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老张头的水果摊 还别说 这水果摊只要经过他折磨一顿叫卖 原来一天也卖不完的水果 结果不到半天就被一扫而空 老张头一边咧嘴笑住 一边对许杰说道 没看出来呀 你小子这小嘴还真甜 我这果子被你这小嘴这摩一说 好像真甜了许多似的 许杰得意地说道 这都是拜您所赐 是我小时候吃您的水果吃多了 所以我的嘴才真摩甜的 我记得没吃您水果之前 我这嘴可臭得很啊 许你小子的吧 可别说了 再说牙都让你甜掉了 赶紧跟我回家 我让你大娘给你炒两个菜 咱们爷俩好好聊聊 说话间 老张头就赶着旅车 许杰坐在上面悠哉悠哉地往家赶去 就这样 许杰在启唱之余 隔三差五地就来给老张头吆喝上几句 其实这老张头卖水果也挣不了多少钱 许杰有这功夫可以去挣这几倍的钱 但是他明白 这张老头是一个好面子的人 许杰如果直接给他钱 他说什么也是不会收的 他宁愿自己卖水果挣点钱 也不会要许杰的钱 有一天早上 许杰先来没事 吃了早饭完毕以后 就拿住的来的赏钱买了黛米 背着准备给城郊庄里的王审老两口送去 这王审在他小时候末饭吃的时候给他过吃的 现在王叔王审老两口无儿无女 也越来越老了 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有空就买些东西去看他们 许杰转过一处荒废的土地庙 很快就来到附近的一片缩草地上 穿过这片缩草地再穿过一条古道 也就离王审家不远了 这片缩草地长得很是繁茂 正在走住 隐隐约约从不远处传来呼救的声音 因为现在正至秋日 平时常常有挖缩草的游房郎中在这附近 他怀疑可能是挖缩草的游房郎中 落在了缩草地边的小河里 于是赶紧四处看了看 但是却并无一人 再仔细一听 这声音像是一女子的声音 好像是从草地尽头的林间古道上传来的 于是他赶紧跑了过去 这声音越来越近 他跑到缩草地边的一处灌木丛中 用手轻轻地拨开 茂密的灌木丛望去 果然有两个彪形大汉 正在捆绑一妙林女子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有如此大胆的狂徒 简直是岂有此理 想到这许杰就要冲出去 但是他转念一想 自己又不会武功 冲过去不但就不了这姑娘 恐怕弄不好连自己的小命也得搭上 就在这时指尖的其中的一个男子 对着正在呼喊的女子狠狠地打了一下 那女子一下子停止了呼喊 估计是晕了过去 此情此景让许杰怒了 他从灌木丛中大喝一声 一跃而出 快速地冲上了路面 指尖的两个大汉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纷纷退后几步 但是一看却只有许杰一人 马上就又冲住许杰赢了上去 三个人很快就缠斗在力气 双拳难敌死守 莫及格回合下来 许杰就落了下风 眼看就要被这俩壮汉打倒了 两个小毛匪真是活腻歪了 让你们尝尝你张大爷的厉害 只见这平日在街上卖瓜果的老张头竟然从天而降似的窜了出来 脚下好似踩了烽火轮 瞬间就移动到了几个人面前 这两个劫匪一看这年轻人都被他们降伏了 这下又来了个老头 心想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于是放下奄奄一息的许杰 又和老张头交起了手 许杰一看老张头这不是鸡蛋碰石头 自不量力吗 于是费力的正扎住 想要起来去阻止这两人 但是却是有心无力 战都战不稳还怎么上去 啪啪啪 老张头和他们打在了一块 四周历时尘土飞扬 衣袖生风 哎呀啊 还没等许杰反应过来 只听几声惨叫 那俩带人就都躺在了地上 躺得来回打滚 许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平时走路都不怎么利索的老张头 竟然有如此身手 这是怎么回事 老张头拍打了击下身上的尘土 然后走到了许杰跟前问道 小子 莫氏吧 莫氏 我有什么事啊 许杰故作轻松地说道 我说你小子胆子也真大 自己也不掂量 一下自己那两下子 就敢英雄救美 说住老张头就伸手把许杰拉了起来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该出手时不出手 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许杰一脸得意地说道 你可拉倒吧 又来了 行 算你小子有种 有我年轻时的几分胆识 但是这伸手也太 说到这里 张老头瞥了许杰一眼 许杰眼珠一转赶紧岔开了话 行啊 我说老小子 没看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我听说少林寺有扫地僧 向来是深藏不露 你不会是 不会是什么 你小子又要拿我开涮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 跟着我二伯学过几年 算不上什么 老张头说完 淡然一笑 许杰又要接话 老张头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差 大声说道 你小子哪都好 就是这嘴太贫 那姑娘还在那里绑住呢 我说你还能不能行了 许杰这才回过神来 两人赶紧给这姑娘松了绑 这姑娘并没有大碍 只是刚才受了点惊吓 他们说话的功夫 这姑娘已经缓了过来 松开绳子以后 姑娘转了转手腕 一只手扶住从地上站了起来 只见面前这姑娘生得柳叶完美 桃眼樱桃口 肤如凝脂 身如杨柳枝般柔美 姑娘稍微活动了两下身子 缺人漠视了 然后向许杰和老张头公 申行了一礼道 小女子碧云 多谢两位恩人活菩萨搭救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 愿坐牛坐马 来谢过恩人舍身救命之恩 许杰最是怜香惜语 乃见的这个 赶紧说道 姑娘别客气 路过此处 把姑娘救下也是前世的缘分 实乃小事一桩 不足挂齿 不足挂齿 我家不种地 也不用这牛马 你不用做牛做马 老张头接过话来说道 老张头接过话来说道 是啊 这磨水令的姑娘 做牛做马多可惜 这许公子正是若冠之年 尚未娶妻 不如 张大爷 你说什么呢 我许杰是那成人之威的人吗 这话可不能说 许杰有点珠疾了 只听着女子修红柱脸说道 如若张公子不嫌弃 小女子愿意回禀 爹娘后嫁于公子 小女子这条命都是公子救的 愿意服侍公子一辈子 行了 行了 姑娘 你别说了 咱们现在先说点正事 你是哪里的人 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许杰满是尴尬地问道 姑娘只住不远处的马车说道 我差点都忘了 我的随从还在车里被绑住呢 我住在豪州城里 今天是和仆人来这附近的天寿四游 玩病给我的父亲欺负来的 谁料发生了这些事 哎呀 我差点都忘了 我的随从还在车里被绑住呢 这姑娘说主赶紧跑到那马车旁 把里面的一个轻衣小撕送了榜 随后一行四人把那两个歹人抬上车 很快就送到了府衙 知府大人告知他们 这两个人他们已经查了很久 但是他俩狡猾得很 一直没有抓到 知府谢过他们几个后 很快这两代人就被关了起来 完事以后 他们又把碧云姑娘户送回了家里 到了门口 许杰一看这家院门 马上认了出来 原来这碧云是王源外的女儿 王源外是这豪州城里有名的富户 果不其然 下人禀报了王源外碧云回来的消息以后 王源外喜出望外 赶紧出门迎接 因为都到傍晚了 碧云还迟迟不回来 王源外很是着急 这一下宝贝女儿平安回来了 他自是高兴 王源外一见这门外 又多了两个陌生人 而且这许杰他自己也认识 于是不解地问道 女儿啊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这两位又是怎么回事 碧云很快一五一十地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给父亲讲了一遍 王源外听完赶紧给许杰和老张头 深深行了一个大礼 激动地说道 我这小女儿从小被我惯坏了 一点也不懂事 这不差点丢了性命 拖窥两位恩人相救 我王玉山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二位才好 许杰摆了白手道 王源外不必如此 顺道走过 小时一桩 不足道也 那么既然现在碧云小姐已经到家了 我们就告辞了 慢住 两位是我家的救命恩人 今天都来了 说什么也得留下 来人啊 上好酒好菜 我要设宴给恩人道谢 王源外一边吩咐下人 一边吉利留客 许杰和老张头本想拒绝 但是盛情难却 于是只好走了进去赴宴 这王源外把两人请进来以后 又回到里屋和碧云谈了些什么后 就出来入座了 酒席吃得正憨实 王源外笑意盈盈地问道 徐公子 我早就听闻你大明 也在街上听过你的唱段 我知道你多与人为善 不惜把钱财散尽 去帮助那些困难的乡民 今天又救了小女 我听说你已到婚嫁之年 却还未婚配 敢公子大德 我名人不说暗话 你如若不嫌弃 我愿意将小女碧云嫁于公子 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许杰就是一愣 吃到嘴里的东西 差点没喷出来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王源外会说出这些话 于是眼光 环视篱下左右 支支吾吾地说道 王源外 这可使不得 我本来就像您女儿 就没想要您家报答 您却要将女儿许配于我 这是万万使不得 许公子 实话和您说吧 我王某人就只有这摩一个宝贝女儿 我从小对她疼爱有加 使她未长上明珠 这女儿到了婚嫁的年纪 我很怕她找一个不靠谱的人 整天为这担心 说主 王源外又画风一转 继续说道 可是你许公子则不同 虽然你无父无母 但是你是个大善人 我把女儿嫁给 你是再放心不过了 我是真心话 你莫要怀疑和难为情 难道你是莫看上我女儿吗 您有话就直说 我这人最不愿意难为人 还没等许杰说话 旁边的老张头 笑呵呵地说道 你这小子咋想的 你看人家王源外 这是真心要把女儿嫁于你 这碧云姑娘生的又是年轻貌美 配你还不是绰绰有余 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这样的缘分如果错过了 还不后悔一辈子 要我说你小子平时说话头头是道 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糊涂了呢 许杰赶紧瞪了一眼旁边的老张头 又对王源外说道 王源外 我想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王源外这时好像想到了什么 赶紧说道 许公子 你放心 我们不是要你 做我王家的上门女婿 以后如果你不愿意和我们住在一块 你可以和我们分开住 不用住到我们这 如果没钱 我还可以出钱给你在别处接一套宅院 这生的孩子也随你兴许 这你总没有啥顾虑了吧 许杰很是无奈的连连白手说道 王源外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也算是个说书的 我的书中经常会有着英雄救美后 抱得美人归的这种好事 为师母说书的都喜欢说这个 就是因为大家都爱听 都想遇到这种事情 但是这种事情 好像也只是存在于说书先生的口中 真正谁遇到了 恐怕是没有 可是这种几乎不可能碰到的事 今天就让我碰到了 说实在的我也心动 但是我不能娶您女儿 我不能这么做 也不是您的女儿不漂亮 何这都不是一码事 我实话说了吧 我从计时起就觉得我和一般人不一样 这是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 说了大家可能也不信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我是带住一种使命来的 将来我要去做一种常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不能娶您女儿 我要是娶了她 就是把她耽误了 希望您能理解我的苦衷 这都是为了您女儿好 他这话说完以后 不光是亡源外 连旁边的老张头和一旁站住的仆人都张大了嘴巴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看住她 旁边的老张头是再看不下去了 瞪大了眼睛对她说道 我说许杰呀 你是不是说书说的入戏太深了 怎么住你还要呈现的倒不成 看把你神的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将来有你小子后悔的 我不后悔我今天做的选择 相信碧云姑娘也能最忠立的如意郎君 天色也不早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就此别过吧 许杰郑重地说道 许杰平时都是嬉皮笑脸的 老张头这还是第一回见到她如此严肃 知道她已经打定了主意 于是也没再说什么 他们拜别了王源外 告辞而去 只留下王源外一个人 不解地望着远处出神 老张头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很是无语 也不知道和许杰说些什么了 于是两个人就在一个岔路口分开 各自回家了 当许杰走到一座桥上的时候 对面忽然迎面走来一人 远远的就朗声大喊道 对面来人可是许杰 许杰就是一愣 这人是谁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走进了许杰上下 打亮了这人一眼 只见来人身材高大魁梧 那常然在风中飘飞 身上披住一件轻衣道袍 手里拿住一把芭蕉闪 飘飘忽如一世独立 迥异于凡人 于是许杰应声大道 不知对面来者何人 为何知我姓名 哈哈哈哈 这豪州城里 谁不认识你妙嘴郎许杰 这道人一边说一边 暗暗瞅着许杰 露出满意的微笑 许杰一脸不解地说道 不知道长者是要去往何方 去为何事 我今日哪也不去 特地在此等你许公子 听完这话 许杰更加疑惑了 顺口说道 哪有这等事情 道长莫要戏耍于我 我许杰有什么本事 怎么能让您在此时此地等候 如果道长有什么事 需要我来帮忙 我倒是乐意效劳 这道人压低了声音 一脸神秘地说道 我要是说我今天是来度你成仙的 你相信吗 许杰平时接触的人甚多 他识人的本领很是厉害 一看面前的这位道长就不是寻常人物 于是说道 道长说的可是真的 这道人摇住八角善道 这还有假 你生来就有仙人之体 有乐善好诗 是这豪州城里第一号的善人 你不成仙 何人能成仙 难道你忘了你今日在宴席间说的话了 忘了你那内心一直就有的一种声音和使命感了 这我当然没有忘记 许杰长者摩大第一次这样语无伦次 那就好 我现在就把你点画呈现 在呈现之前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许杰思索片刻答道 不管是做人 还是呈现我最大的追求和快乐 就是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想问的是呈现以后 我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如果可以 我就愿意成仙 如若不能 我宁愿做一个凡人 也不会成仙 这道人文言既感动又满意 微笑着说道 果然没有看错 你成仙以后 非但可以和以前一样帮助别人 并且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而且你到时可以长生不老 那样就可以世世代代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了 许杰文言大喜 太好了 我愿意成仙 只见这诗诗道人冲住 许杰一会芭蕉扇 这许杰整个身体 瞬间就变得飘飘然了 他脚稍微一用力 竟然离地而起 飞到了半空中 成仙了 我成仙了 我终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了 就这样 许杰与花儿登仙 成仙以后 许杰平日里还是像往常一样 在街头巷口给人们说书唱曲 闲下来继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唯一和以前不同的是 他成仙以后 能力大了 长生不老了 帮助的人也比以前多了 他可以世世代代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了 说起许杰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他的另一个名字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 他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蓝彩河 写在最后 八仙过海的故事 家喻呼啸 今天我给大家创作改变了一个八仙之一的蓝彩河呈现的故事 这个故事中本身就骨骼轻奇的蓝彩河 也是做了很多好事 以后才被点画呈现的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 担心好事 莫问前程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怀有一颗善良的心 帮助别人的心 那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故事里点画蓝彩河的道长 就是中理犬 又叫汉中理 大家猜猜哪个卖水果的老张头是谁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妇人卖老牛 筹钱给儿子定亲 高僧 那老牛才是你儿媳 明朝永乐年间 宁国府宣城县一座山脚下 住住一个农户 妇人皇室 丈夫孙谦 儿子孙祥 因为自家有农田和耕油 日子过得不错 孙祥与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同村女子 漂亮贤惠的阿婷成亲 可是小两口结婚一年多 还没有身孕 阿婷却坠落悬崖而死 一家人有的哭 有的恨 这是为时磨呢 原来皇室听村里的流言蜚语说 孙祥常年在外坐泥瓦匠 阿婷耐不住寂寞和村里的一个侨夫关系密切 那日 阿婷收拾了包袱说回娘家 可他回娘家无需走山路 另外 有人看见他和侨夫一起上山 侨夫却不知所踪 孙谦和孙祥父子两相信阿婷的人品 但皇室断定阿婷有问题 事者依依 生者如私 皇室开始张罗孙相的婚姻大事 可是他家中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认为他这个做婆婆的太狠心 逼死了阿婷 所以皇室请的媒婆都莫带来好消息 让他十分苦恼 孙谦老是憨厚 只知道埋头苦干 对儿子的婚事不上心 儿子孙祥因为阿婷的离去饱受打击 不思再去 皇室着急 既然附近的村庄不行 就托媒婆去圆异点的村庄去找 那年冬天 媒婆传来喜讯 不过女方是寡妇 有个两岁的儿子 皇室虽然不满意 但还是跟着媒婆去看了看 寡妇何时模样俊俏 勤劳能干 他的儿子活泼可爱 王室心想这样也挺好 不仅有了好儿媳 还直接抱上了孙子 不过何时说 我相公离世 我公公婆婆和大伯哥一起生活 如今我和儿子相依为命 我要二十两银子的彩礼 防止嫁过去受欺负或被赶走 我好有钱把儿子养大成人 皇室讨价还价到十两 只是十两银子一下子也拿不出 皇室把儿子叫回来 晚上一起商量 结果孙祥坚决不同意 可是嫁不住皇室的一哭 二闹三上吊 只好同意 孙千没吭声 但是直叹气 因为没银子 皇室说 这样吧 家里的那头老母牛生的小公牛 已经可以耕田了 老母牛年老体衰 无力耕种 卖掉就有银子了 父子二人也就没说什么了 因为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商量好 第二天就去卖那头老母牛 忽然 屋后的牛棚的老母牛 发出了悲鸣的 某某的声音 头撞墙 脚刨的 闹得很凶 三人赶紧去了牛旁 借助月光 献老牛泪光闪闪 靠近一看 泪水直流 孙千连忙说 娘子 这老母牛在我们家十几年了 勤勤恳恳 小牛犊都生了好几个 看的样子挺可怜的 要不别卖了吧 钱的事情再去还还价 我们想办法去找人借 孙祥赶紧接过话说 是啊 娘 我小时候还记在她的背上 她走得平稳 在我们家新老十几年 上次被野狼咬了 都没死 还是别卖 我们就这么养住 等她老死了 抬去埋了吧 黄石怒了 说道 你们说得轻巧 我跟河石磨破了嘴皮 哭了好几场 才从二十两坛到十两 借 找谁借 借了不用换 凭你们两个到哪一年才还清 以后的日子还要不要过 父子俩听黄石这魔译说 都不敢吭声了 黄石又对老母牛说 别闹腾了 我们还要睡觉呢 炒住村民多不好 这是你的命 你肯定是上辈子做了坏事 这辈子投胎做了牛 你可别怨我 再闹腾 我就要拿鞭子抽你 还别说 黄石这顿呵斥 老牛不闹腾了 趴在地上 只是眼泪还在流 一家三口墨在管他 回屋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 黄石让儿子去卖牛 儿子借口 有人家修房子 走了 丈夫借口农田忙 别走了 黄石说 好 好的很 你们不去 我自己去 我卖的价格比你们卖的高 黄石去牵牛 老牛趴在地上不起来 黄石用鞭子抽了几下 他才起来 刚走了几步 忽然一个老和尚 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 大声喊道 阿弥陀佛 女施主 且慢 老母牛不能卖呀 不能卖 黄石莫好气地说 你是和尚 一把年纪 我不说你 昨晚我丈夫儿子都反对 这一大早的你也来反对 我懒得和你解释那么多 不卖牛也可以 你给我十两银子就行 和尚说 阿弥陀佛 平僧是出家人 哪里来的银粮给你 黄石说 既然如此 你也别拦住我了 你要化缘 我可以给你 和尚叹了口气说 女施主 不满 你说 这头老母牛 就是你儿媳阿婷啊 黄石大怒 好你个老和尚 提起阿婷 我旧气不打一处来 你竟然诅咒我儿子以后 跟老母牛过一辈子 你赶紧走 要不然我喊人了呀 和尚说道 施主 除去你到听土说的 阿婷的闲话 你觉得他可好 你仔细想一想吧 黄石听和尚这摩一说 就沉思了起来 而身后的老牛 却不住地点头 黄石说 你凑什么热闹 你迟早被我卖掉 老牛安静了下来 黄石又想了想说 要说阿婷 是真不错 一个村的 知根知底 长得好看 人也勤劳 心也善良 嫁过来之后 啥活都抢住做 我带他去采茶赚些零钱 他知道我要不好 还劝我不要去 我坚持要去 他就一路搀扶住我 有空还经常给我按摩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 都让我和他爹先吃 我们谁生病 他忙里忙外地伺候住 不过有两点不好 第一没能怀孕 我确实没少埋怨他 第二就是和侨夫关系密切 而且他坠牙浅 有人看到他和侨夫一起上的山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和尚说 施主 眼见都未必是真 更何况是流言蜚语 那个看热闹的人不是希望热闹越大越好呢 怀孕的事情是机缘味道 至于侨夫他是孤儿 和你儿子儿媳从小一起长大 情同兄妹 阿婷善良偶尔接济他而已啊 皇室大魏震惊 这和尚自己从来没见过 为什摩对自己村里的人和事情了如指掌呢 他连忙说 高僧 刚才我失礼了 莫非你还知道更多的隐情吗 高僧说 施主 你若愿意 先把老牛牵到棚里 喂鞋草 我再慢慢和你道来 可好 皇室照办 将高僧请入屋中 给他准备了茶水 高僧喝了口茶后 拿起自己的波鱼 翻了过来 口里念念有词 然后用手指对波鱼底部上一点 只见上面出现了往日的画面 皇室看后忍不住放声大哭 为什摩会这样呢 原来画面上的内容加上高僧的解释 情况是这样的 那日 孙祥外出不在家 阿婷做好晚饭 皇室和她丈夫吃过饭后 阿婷说 娘 您腰不舒服 坐住歇会 我来收拾碗筷 皇室在屋里对丈夫说道 哎 我的腰可能是生儿子后 月子里墨养好 天阴下雨都痛 站久了也痛 听张审说 有种草药可以医治 我问郎中 她说是偏方 她也不清楚 阿婷听到对话后 洗过碗筷 直接去了张审家里 打听清楚草药的形状和处处 张审说形状之后 说草药可能深山才有 阿婷想祝自己嫁过来之后 公公和丈夫都对自己折磨好 自己一直不能怀孕 就想祝上山采药 如果治好皇室的腰痛 这样婆婆会对自己好一些 第二日 阿婷怕家里人担心 收拾了包袱 说回趟娘家 直接去了山上 乔夫是个孤儿 他在村里无牵无挂 村里有关他和阿婷的闲言 虽语不少 刚好有远房亲妻让他去外地学木匠 二人碰巧玉在路上到了 阿婷跟乔夫打听路 怎么走 乔夫说太危险不能去 可是阿婷坚持 说就在山脚下看看 不去深山 乔夫看有人上山朝他们看 为了避免谣言就走了 阿婷到了山脚下 莫找到草药 进了深山 向攀崖去找 结果跌落山崖 他的魂魄不甘心 也舍不得家人和相公 所以不愿意离去 高僧碰巧路过 看到魂魄游荡 掐指一算了解到内情 知道阿婷善良 就将他的魂魄收到波鱼当中 想替他超度 投胎到一个好人家 可是连续超度好几天 阿婷的魂魄还是不愿意离去 有一天 高僧范困咪了会 他的魂魄跑了回去 看住相公偷偷哭泣 日渐憔悴 他就多逗留了会 结果遇到夜叉 他不想被抓 跑到后院 刚好 老母牛被野狼咬死 阿婷的魂魄见逃无可逃 直接进入老母牛的身体 所以老母牛就是阿婷 黄氏知道 儿媳阿婷坠崖的真正原因 忍不住跑去牛棚 抱住老母牛放声大哭 老母牛也是眼泪直流 高僧说 施主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你可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呀 黄氏寒泪说 我不该因为儿媳 莫能怀孕 埋怨他呀 还有听信闲言碎语 非短流长 不相信身边的好儿媳 高僧问道 还有呢 黄氏叹了口气 含泪说道 高僧名剑 我知道隐瞒不了你 我平日里听那些妇人笑我不能抱孙子 我不仅埋怨阿婷 甚至就我们两个人在家时 骂他 诅咒他 甚至打他呀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愿意悔改 求高僧成全 若我儿子和相公知道阿婷的死因 我怎么面对他们啊 求高僧勿勿 必想办法让阿婷变成人性 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高僧说 人心换人心 岁月十人品 阿婷如此好的姑娘 因为你苦待她 她想讨好你 才因此丧命 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当真愿意悔改 当真什么都愿意做 黄氏斩钉截铁说愿意 高僧说 既然如此 从你家到前山脚下的寺庙 约十里路 如今我站住那里 你若有心 时不宜叩售 到达寺庙 我或可有机会来挽回现在的局面 黄氏犹豫了 他说 高僧如此以来 岂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到 有别的隐秘的方法呀 高僧说 背地理犯的错 要明摆住忏悔 才更显得有诚心和决心啊 你若不愿意 贫僧就此憋过 你继续让儿子取何事吧 只不过真相总有浮出水面的一天 你考虑如何面对吧 黄氏连忙说 我愿意如你所说 还请高僧到时候要信守承诺 让我儿媳回来呀 老母牛听到此处 不停地摇头 高僧说 阿弥陀佛 你不必摇头 贫僧让你婆婆这么做 自然有我的道理 他诚心忏悔 其中有他的因果 贫僧告辞 在私院等候 黄氏拿来上好的草料和泉水喂牛 之后他去找丈夫回来 让他去找孙祥回来 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他丈夫老累纵横 孙祥抱住老母牛嚎啕大哭 孙祥自责平日里在家世间少 妻子和自己说和母亲的事情 他总是劝阿婷多忍耐 当有了孩子就会好起来 他说 娘 你腰不好 我来代替你 阿婷的父母 知道此时候 赶紧跑过来看望老母牛 忍不住大哭 阿婷的母亲说 亲家 为了我可怜的女儿 我愿意陪你一起 黄氏说 一人做事一人担 儿啊 你不要阻拦和替我 亲家 你也不要陪我 否则高僧反悔 恐怕前功尽弃呀 这件事情我们要保密 以免传了出去对老母牛 也就是阿婷不利 第二天 黄氏履行承诺 虽然围观的人很多 他也很辛苦 腰痛的都直不起来 几次都想放弃 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厚厚的棉裤都破了个洞 额头流了血 终于来到寺中 高僧说 阿弥陀佛 施主果然言而有信 我这魔作一来是看看你悔过的决心 二来是将来阿婷回来 知道你为他这魔作 想必感激你这个婆婆 阿弥陀佛 黄氏 你起来走走 看看你的腰还痛不痛啊 黄氏刚才累得够呛 腰痛得厉害 可是自从他坐下来休息 发现腰逐渐的不痛了 他起来走了走 发现自己腰痛的问题全然消失了 赶紧叩拜高僧 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高僧就说了一个字 等 黄氏有些上火 因为自己为了兑现承诺 吃了苦头 也让众人都瞧现了 可高僧就说一个字 确实让人恼火 但他忍住了 问等什么 高僧说 阿婷肉身已经掩埋很久 他想回来 需要肉身 所以需要等 机缘到了 我自然会通知你们的 你们回去吧 众人无可奈何回到家 孙祥没再出去干活 在家跟父亲一起耕种 陪伴老母牛 弥补往日的雀汉 高僧的回话可以等 但是寡妇孙氏那边等不了了 媒婆催着去提亲 黄氏说 我做的事情 我来承担 我豁出去这张老脸来 和和事解释这件事情 那日 黄氏刚想出门 发现侨父阿东来到自己的家门口 黄氏愧疚难当 因为这件事情 他没少背地礼骂阿东 阿东出去学木匠之前 黄氏也没少去找他说些难听的话 黄氏跟他道歉 然后问他为时摸回来 阿东说对黄氏还有孙祥说 伯母 你不必道歉 翔哥 听闻阿婷不幸去世 我很难过 那日如果我拦住他就好了 所以回来祭拜阿婷 孙祥和黄氏不知道该如何跟阿东解释 因为黄氏实不宜扣手去寺庙 没说是因为阿婷的事情 孙祥只好说 阿东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情同手足 谢谢你 黄氏说 儿子 你陪阿东一起去 我去上河村和氏家去回话去 阿东红住脸说 伯母 我来你们家 还有一件事 就是为了和氏的事情 你不必去回话了 因为 因为他答应嫁给我 黄氏很好奇 但松了一口气 孙祖说 你这孩子 运气不错 和氏可是个好女子 能娶到她是你的福气 你们这是怎么认识的 阿东说 那日我回来 献几个男子 调戏和氏 我上去打跑他们 自己受了点伤 在他们村休养了几日 然后我们就好上了 可是他说答应过你 所以 让我来跟您说 黄氏说 既然如此 英雄就美 可喜可贺 你无父无母 和阿祥情同手足 你的婚事 我来替你操办 保证让你把和氏 风风光光去进门 你若愿意 可以任我做干娘 阿东高兴坏了 说了句 谢谢干娘 黄氏一家人尽心尽力 出钱出力 帮助阿东 操办了婚事 黄氏很开心 但是高僧迟迟不给回信 让他很着急 实在是忍不住 就跑去寺庙找高僧 结果 主持说他的诗书 也就是高僧已经离开多日了 这可把黄氏气坏了 有仲上当受骗的感觉 刚想发火 但是还是忍住了 想想高僧佛法无边 定然不会匡骗一个妇人 黄氏心情沮丧地回到家中 只见高僧端坐在家里 和他丈夫还有儿子在说话 黄氏赶紧给高僧行礼 询问情况 孙祥激动地说 娘 阿婷已经找到了归宿 只是 只是我不敢去找她呀 黄氏盲问为何不敢去 孙祥说 娘 高僧说阿婷的魂魄 进入了镇上首富秦园外的 千金小姐阿碧身上 阿碧我听说过 刁慢人性 我不敢去也不想去提亲啊 我问高僧具体情况 他说等你回来一起说 众人都看住高僧 高僧说道 阿弥陀佛 一切诸果 皆从阴起 一切诸宝 皆从业起 阿婷阿碧二人是双胞胎 只是二人前世就是冤家对头 本以为成为双胞胎 可以化解恩怨 可是 二人在娘胎时就逗了起来 阿婷是姐姐 她心地善良 觉得应该让住妹妹 可是 阿比较横 在娘胎就欺负阿婷 对她拳脚相向 结果阿婷 出生时怪母怪养 身材弱小 出生时像个怪胎 秦园外夫妇十分害怕 见阿比模样很好 双胞胎差距如此之大 怕人说的加出了妖怪 就将阿婷遗弃了 阿婷被遗弃时 秦夫人起了恻隐之心 在她的衣服上绣了亭子 并给她脖子上挂了个玉坠 后来阿婷被你们村的一对夫妇捡到了 也就是皇室你的亲家 他们原本就不能生育 捡到孩子后 莫敢回家 去远房亲戚家住了一阵子 阿婷的身上是被阿比给圈打脚踢的 慢慢恢复如初 二人就带着孩子回到村里 而阿比出生后 秦园外的妻妾就再也没有生过孩子 她家中唯一的孩子 自然是娇生惯养 加上阿比本来就性格不好 所以她蛮横无礼 对下人非打即骂 对父母也是恶语相想 后来她竟然勾引仆人 仆人不从 她恼羞成怒 要毒死仆人 莫成想弄巧成拙 自己喝了毒药 一命呜呼 我见时机已到 也阿婷的魂魄归位 事情我已经办妥 去不去提亲 就由你们自己决定了 皇室一听 芒说 那阿比我没见过 但我听说过 刁蛮任性 不服管教 再说秦园外家纳摩有钱 我们一介平民 她怎么会愿意将女儿嫁给阿湘 孙谦说 既然阿婷的魂魄在阿比身上 想必现在的阿比应该是知书大理 还是我们贤惠的儿媳 只是秦园外 我们该怎么说服她呢 还请高僧指点 孙祥和皇室听一家之主这么说 都相信现在的阿比 不是原来刁蛮任性的阿比 而是温柔贤惠的阿婷 一起求高僧相助 可是高僧说这件事情 自己已经做到人之意尽 需要他们自己的智慧了 大家苦思冥想 忽然皇室惊呼到 欲坠欲坠 阿婷随身携带的欲坠 我看挺名贵的 怕她弄丢了 让她交给我保管 她不愿意 还说从出生就带住的 后面有个亭子 后来我和她吵了一架 对她动了手 抢了过来 我这就娶来 儿子 你带住去秦园外家相认 高僧孝主点了点头 起身告辞 一家三口跪倒在地 叩谢高僧大恩大德 想满留高僧 但是高僧忽然消失在空中 皇室赶紧将阿婷的养父母请过来确认 他们听说阿婷的有了新的去处 喜极而泣 孙祥背了薄礼 装住胆子去了秦府 因为这件事谁都无法替代 是他应该做的事 见到秦园外和他夫人后 秦园外心里直犯嘀咕 因为阿婷烟起后 又活了过来 除了模样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总说自己是阿婷 说有相公 他觉得是胡言乱语 以为他得了义症 被关在屋里 孙祥拿出阿婷的玉坠 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 秦园外和他夫人痛哭不止 懊悔不已 他们觉得的会对阿婷 出生刚满月就将他丢弃 对阿比娇声惯养 害了他的性命 他们也明白了 阿比活过来后 为师摩像换了个人 但是将唯一的女儿 嫁给一个穷小子 还是心不甘情不怨 孙祥说 老爷 夫人 我和您的女儿历经波折才有就会团聚 还请二老成全 我会好好劳作 不让他受苦 秦夫人说 老爷 阿婷是个可怜的孩子 我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义务 就不要拆散这对有情人了吧 您说呢 老爷 秦园外想了想说 孙祥啊 我们家就这一个女儿 我们本打算招上门女婿的 不过现在算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们将来有了儿子 需要让其中的一个跟我性亲 你可愿意 孙祥表示同意 她和阿婷得以重逢 相拥而弃 对外泽宣称和阿比成亲 以免外界觉得阿婷死而复生不可思议 那头老母牛阿婷的魂魄离开后 寿终正寝 一家人感谢她 将她埋在山上 莫多久阿婷怀孕 后生下一名女婴 脖子后面有一块牛角形状的胎记 许名孙妞 后来 阿婷为孙祥又生了三儿两女 孙祥和阿婷帮助秦园外打理生意 熟悉之后 全部接管过来 他们一起孝敬老人 教育孩童 行善积德 周济穷人 而皇室和阿婷的婆媳关系情同无语 一大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完 声明 本故事旨在传承民间一数 劝人为善契恶 弘扬传统美德 与封建迷信无关 谢谢阅读 欢迎点赞评论 笔者说 皇室原本有幸福的家庭 丈夫勤劳 儿子孝顺 儿媳贤惠 因为阿婷没有身孕 听信闲言碎语 产生嫌弃 引发悲剧 后高僧相助 皇室知错能改 圆满结局 皆大欢喜 一切诸果皆从阴起 一切诸报皆从业起 意思是说 人生中 一切报应都是自己所种下的果 自己的恶果只能自己去接受 凡事必出有因 善恶皆有报 重挂的挂 重斗得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凡事都有因果 谁也无法逃避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